曾国藩,人再穷,也不能在这三方面吝啬,否则钱只会越赚越少。 现在很多年轻人,挣钱都不容易。 大部分人毕业后,就会面临很多难题。 首先是工作,其次是婚姻,再然后是房子、车子。 突然从无忧无虑的校园生活过渡到社会生活。 很多人刚开始都适应不了,觉得压力大,很迷茫。 于是很多人开始抱怨,说错生在这个时代,羡慕以前人的生活。 那么古代人真有这么好过吗? 其实不然。 古代物质条件差,医学落后,赶个帽就有可能丧命。 而且古人能总结出那些激励人成功的名言。 不是凭空乱想出来的。 他们也遇到了现在很多人遇到的问题。 在古代,也有很多人前半生。 食不果腹,衣不遮体。 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,成就了一番事业的例子。 今天小编就带大家说说其中一个名人的故事。 这个人叫曾国藩,生在大清末西。 家庭条件一般,曾国藩当时也和很多现在的学生一样。 通过科举考试,当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。 也就是说,找了一个工作。 那时候的大清,官场并不好会。 官员的工资普遍很低。 很多大官都只能勉强过活。 更别提曾国藩当时的那种小官了。 于是,曾国藩在很长一段时间,都接不开锅。 没钱吃饭。 住的条件也很差。 以至于后来仆人也都走了。 成了一个光感司令。 但是曾国藩并不甘心这样的遭遇。 他有自己的坚持。 虽然俸禄非常拮据。 但是他仍旧坚持了12年。 在这12年里,曾国藩的生活,基本上没什么起色。 生活条件也只能勉强糊口。 甚至有时候都吃不饱。 尽管如此。 曾国藩在这几个方面的花销从未吝啬。 而这也是他后来越来越有钱的主要原因。 哪几个方面呢? 提起这个就还得从曾国藩刚当上官说起。 那时候,曾国藩也和大部分年轻人一样。 很浮躁。 当两年官。 觉得俸禄太低。 就给家里人诉苦。 说自己在京城这官当不下去了。 连你都买不起。 想回去释奉二老。 这句话。 说白了就是。 我不想干这工作了。 想回去啃老。 不过。 在信中曾国藩,还提了另一件事。 说他帮助了一位贫穷的老乡,将丧事办了。 他不忍心看住老乡的亲人尸体,不能入土为安。 信中还提到。 他为了帮别人下葬。 到处借钱。 而且京城里人多。 各种红白喜事也多。 自己也不能少了分子钱。 意思就是要重人情。 重人际关系。 哪怕自己苦点没事。 也不能淡薄人情味。 所以这个钱不能省。 第二点。 曾国藩增严。 要学会报恩。 怎么个说法呢? 曾国藩在给家里写信的时候说明了。 在信中。 他说道。 有人向我借钱三百两白银,又四十吊钱。 我将银头去了。 只寄了个三百两。 并言自己虽然没有这么多钱。 但是借钱也要帮助这个人。 因为这个人实在是走投无路了。 而且曾经帮助过自己。 所以这个忙必须要帮。 这个故事说的就是。 要感恩别人对自己的帮助。 滴水之恩当永泉相报。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 所以这个钱也不能省。 第三点。 曾国藩要给我们提点的,就是要孝敬父母。 在父母身上花的钱也不能省。 父母辛苦将他养大。 见外的说是有恩于自己。 关起门来说是自己的本分。 所以哪怕自己挨饿受动。 也不能不敬笑道。 所以曾国藩的意思就是说。 我们一定要孝敬父母。 自己过得苦点没事。 但不能再让父母继续苦下去了。 最后。 小编想说。 以上的曾国藩三条真言。 我们当共勉。 而且曾国藩的智慧何至于此? 虽然以上三点只是其中之一。 但是管中亏报。 仔细体会曾国藩说的这些道理。 其实都指向一个方向。 那就是花钱的水准,以及水的花钱。 怎么说? 如果一个人只懂得为自己花钱。 那么他的钱财。 也就那么多。 而一个人开始为被人花钱时。 他的钱财就赚得更快。 到时候两三倍的返回来。 而一个人如果心忧天下人时。 其实富可敌国并不是不可能。 所以小编佩服古人的智慧和魄力。 对此。 不知道各位看官是怎么看待的。 欢迎在文章下方积极评论。 对此. 对此。 看来。